美核潛艇動作不沉迫 以色列堅拒諸國施壓 扎蓮斯基否認與俄羅斯談判 不撤軍就不用談 澳洲總理訪問 中共進博會求輸血難見效 中國人疑問 越來越多人選擇日本 和網友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庸 今天是11月7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 11月5日宣布 以色列已完成包圍加沙 並將城市一分為二 隨著反攻進入重要階段 以色列軍隊的軍隊 將會對哈馬斯進行重大打擊 同時 美國五國大流罕見宣布 美軍一手俄亥俄級潛艇動向 對該地區的對手 釋放明確威懾信號 而美國中情局局長 啟程到以色列和中東多個國家 力壓衝突擴大 哈加里表示 以色列軍5日展開了關鍵的擴張行動 不僅成功包圍整個袋子 還攻陷了哈馬斯 在地面和地底的部分基地 此外 以色列軍隊已經進一步 將加沙攔腰切斷一分為二 變成北加沙和南加沙 以色列5日晚和未來幾天 會繼續進攻 並專注對加沙北部的地面攻擊 瓦解哈馬斯和營救人士 62噸重的Caterpillar D9R 裝甲推土機大顯神威 據報導 以色列的進攻策略是不打巷戰 而直接用推土機 推平哈馬斯藏身的地方 之後再用電池探測 分析出地道換氣口 直接炸毀或堵塞 將地道裡的哈馬斯分子逼出來 或受死或投降 海外媒體描述 加沙走廊5日晚 經歷開戰以來最大轟炸 以色列軍隊海陸空齊發 現場畫面顯示 夜空出現巨大爆炸 以色列的戰異R-2飛彈防禦系統 在太空發揮 擊落了地球大氣層以外的哈馬斯兄弟組織的彈道飛彈 這枚被擊落的彈道飛彈 是由伊朗支援的 也門湖塞武裝組織所發射 而本來的預定目標 是以色列港口城市埃特拉 它在阿拉伯半島上空 飛行了接近1英里後被摧毀 R-2系統 被稱為是世界上第一種實用型的 戰區彈道飛彈防衛系統 攔截飛彈最高飛行速度達到9倍音速 是目前世界上飛行速度最快的防空飛彈 該系統使用超高音速攔截器 在太空摧毀入侵的飛彈 以色列國防軍在聲明中說 R-2系統跟蹤了飛彈的軌跡 並且在最剛好的作戰時間地點 攔截胡塞武裝彈道飛彈 胡塞武裝目前已經向以色列宣戰 並且在伊朗支持的 針對以色列的胡形抵抗聯盟 美軍中央司令部5號宣布 一艘俄赫俄級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艇 已經抵特該司令部負責的區域 對伊朗和它的代理人 發出明確的威懾左下信號 相片顯示 潛艇位於蘇伊士運河 由開羅東北部的薩拉姆大橋下方經過 據CNN報導 美軍很少公開彈道飛彈潛艇動向 因為彈道飛彈潛艇 和陸機飛彈發射基地 以及戰略轟炸機構成所謂的核武鐵三角 因此為了確保了客力 會在近乎完全保密的情況下運作 俄海俄級核動力彈道飛彈 是前彈道導彈潛艇 改裝後可以發射戰斧巡航導彈 每艘核彈頭導彈核潛艇 可以攜帶154枚戰斧巡航導彈 比美國導彈驅逐艦多出50% 幾乎是美國海軍最新攻擊潛艇的四倍 美軍目前已經調動大批海空軍力 進駐中東 包括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和一支兩棲後命支隊ARG 再加上俄海俄級導彈潛艇FSCN 壓止戰火蔓延 美國的任何對手都不能忽視這個威懾 《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官員已經向伊朗和真主黨發出信號 說如果他們對以色列發動襲擊 美國將會準備對他們進行軍事干預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進行一連串穿梭訪問的同時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也和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會晤 表示美軍將會致力阻止任何試圖 令這場衝突升級的國家或非國家 這明顯是針對伊朗和他扶持的真主黨等武裝組織 奧斯丁這個月曾表明 在該地區增派部隊的目的是加強區域威懾努力 加強對該地區美軍的保護 並協助保衛以色列 美國中情局局長 也已經出動5號非底以色列 由加沙局勢和釋放人質等事宜進行討論 接著他將會出訪卡塔爾 阿聯酋和埃及等國家 《紐約時報》指出 柏欣斯過去曾是駐約旦大師 有豐富的中東經驗 將會發揮他的影響力 並著重與各方的情報合作 尤其是在反恐和安全領域 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在與布林肯會面之後表示 作為外交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已經準備好在以赫戰爭結束之後 在一個包括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 和加沙在內的全面政治解決方案框架裡 接管加沙 承擔起對加沙地大的全部責任 阿巴斯又說 只有以色列結束對巴勒斯坦國領土的軍事統治 並承認東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 才能實現安全和和平 對於中東各國的停火提議 以色列11月5日表示 對所謂的人道主義暫停、持開放態度 但前提是人質全部獲釋 以色列總理奈塔利亞湖 在南部拉蒙空軍基地發表講話的時候 重新以色列的政府立場 說如果人士沒有回去 就不會停火 應該將這個字由字典裡刪除 我們對盟友和對敵人都是這樣說 我們絕對會繼續下去 直至將他們擊敗 我們別無選擇 在各方聚焦以哈衝突的同時 俄烏戰士傳出消息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11月5日否認西方官員 已經向基庫建議展開和談 他明確表示 除非俄羅斯軍隊撤離該國 否則他不準備和莫斯科進行談判 法新社報導 烏克蘭主要盟友美國和歐洲 建議俄烏雙方舉行談判 來結束這場 已經持續了20個月的衝突 而澤連斯基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的訪談節目 會晤新聞界表示 自己沒有準備要和俄羅斯談判 而美國也知道 他還沒有準備好和俄方談 因為他們的說話毫無意義 澤連斯基說 俄羅斯軍隊必須離開我們的領土 只有在他們離開之後 國際外交才能發揮作用 澤連斯基坦誠 目前烏克蘭面臨艱難局勢 並重申該國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統 才有利進攻 終結俄羅斯掌控的制空權 11月4日晚 烏克蘭武裝部隊 對暫時被俄羅斯佔領的 克里米亞島市鎮黑尺 成功發動襲擊 擊中澤利夫造船廠的海市和港口基礎建設 俄羅斯扶植的克里米亞行政首長 阿克什洛夫較早前表示 澤利夫造船廠周圍的防空系統已啟動 近日 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 在上月4日表示 烏克蘭將黑海的前線 向前推進了100海里 俄羅斯的軍艦 不再越過克里米亞半島的最西部 他表示 目前俄羅斯黑海艦隊的軍艦 不再向烏克蘭方向航行 軍事分析人士指 黑海艦隊撤出克里米亞 是因為被烏克蘭打到驚 在克里米亞 俄羅斯部署了自己最強的防空系統 至少5套S-400 和多套S-300防空系統 還有一些海甲近程防空系統 都無法有效攔截烏克蘭的 阿欽速巡航導彈 這就意味 如果黑海艦隊繼續停留在 塞瓦斯托波爾港 將會持續成為烏克蘭攻擊的戰靶 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 在去年已經沉沒 多艘護衛艦在過去一年來 被打到慘不忍睹 黑海艦隊剩下的軍艦已經不多 面對沒有海軍的烏克蘭 俄羅斯竟然喪失了 黑海西部的控制權 多艘軍艦被擊沉 現在只能撤出克里米亞 走到黑海東部的港口 新羅西斯克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日前訪華 是七年來澳洲總理的首次 阿爾巴尼斯11月5日並參加了中共在上海舉辦的 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在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之際 中方急於中澳關係回升 雙方貿易有躍進 阿爾巴尼斯訪華 受到中共當局相當重視 中共總理李強在今次上海進口博覽會 匆匆高叫 當局將會進一步擴大市場准入 並且增加入口 歐盟商會諷刺說是政治造租 歐洲企業就表示 希望見到中國營商環境得到更切實的改善 當局宣稱要推動貿易開放和打破壁壘等 但是外界分析 進口博覽會的真實目的不是入口 而是吸引外資輸血給中共 但是恐怕難以見效 大陸企業家黃先生認為 中共面臨經濟危機 希望美國等西方國家 取消對它的貿易和技術制裁 但是中共已經失去西方國家的信任 即使受到中方紅地毯 鮮花和高層官員重視的禮譽 阿爾巴黎斯表示 他在和習近平會面的時候 會提出對南海緊張局勢升級的憂慮 以及中共紀委的人權問題 在阿爾巴黎斯訪華之前 北京釋放了被拘留三年多的澳洲記者成蕾 不過另一名澳洲博主楊恆均 在2019年被捕之後仍然被拘留 阿爾巴黎斯承諾會向北京當局提出揚恆均的問題 11月5日上午 在上海外灘出現中國人不常見的一幕 作為一國領袖的阿爾巴黎斯 在只有不足10名保安的陪同下 在上海灘輕裝散步 他穿著黃色的球衣 戴著他心愛的藍色來套籃球隊的帽子 並向路過的人揮手致意 他以典型的澳洲方式問路人 你好嗎 很多當地人見到這位世界領導人 在公眾場合 與路人互動的現象顯然感到震驚 澳洲人報東北亞記者格拉斯哥 在前推特X平台指出 上午沿著外灘散步的時候 遇到總理阿爾巴黎斯 感到有點意外 很多上海人不敢相信他的保安人員這麼精簡 也不相信他會這樣和路人交談 有人說他知道 這樣在中國永遠不會發生 自由資家研究主任黃亞秋 也在X平台回應說 中國人習慣了中共領導人的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的樣子 當外國領導人表現得好像一個正常人的時候 會令人產生很多溫暖的感覺 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日趨惡劣 更多的中國人開始出走海外 而出走到日本的中國人也不斷增加 據統計 目前在日本的中國人已經達到78萬人 佔在日本外國僑民的24.5% 其中有25萬人居住在東京都 據日本法務省出入境在留管理廳 10月13日發表的最新統計 截至2023年6月尾 在日本的外國人總數是322萬3,858人 創歷史新高 其中中國人佔比最高 由於近年來中國疫情爆發 房地產爆煲 金融風險加劇加上失業率飆升 令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找各種途徑出國 到海外求學或謀生 一位熟悉中國情況 在東京都經營房地產公司的老闆說 中國人感到不安和沮喪 他們的生活可能隨時被打亂 甚至有被捕的可能 所以一些人就決定一走了之 他還說申請商務簽證 必須要有一個正式的辦公室 由於想出走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他手上的辦公室全部都已經租出 據東京都10月1日公布的 最新人口調查數據顯示 在東京都居住的外國人 接近63萬人 其中中國人是25萬1,322人 佔比接近40% 東京都加上周邊的神奈村縣 其育縣和千葉縣 被稱為一刀三縣 這裡的房地產價格明顯便宜 而近年移民日本的中國富豪 就多數選擇在東京市港區 該區的摩天大廈臨立 交通方便 環境休閒 很多國家的大使館都進駐在這裡 還有國際學校、高級商場等 因此該區的房地產價格急速攀升 在日本的中國人從事的工作 幾乎涵蓋了所有行業 近年隨著人工智能 AI等電腦相關領域的人才需求增加 由中國來的專業人員 也不斷增加 還有一些中國創業者 將日本選為初創企業經營地 但是競爭激烈 初創企業成功率很小 日本雖然被稱為安全之邦 但是政府已經開始嚴密關注外國人 撤取知識產權等違法活動 中共的國家情報法要求中國公民 要依法支持 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引起日本相關機構的警惕 這也是在日本的中國人 所面臨的一個潛在問題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